暗夜街頭突然傳來槍響 五六名男子手拿棍棒和改造手槍 相互對槍叫囂 宛如電影蠱惑在鬥物場景 真實上演 不只對空名槍 還超著行駛過的白色轎車射擊 讓駕駛嚇得趕緊逃跑 附近民眾陸下診斷過程 之後快速報警 但快打部隊到場後 現場姿勢分子卻一哄而散 七號晚間宜蘭投城學姓及流姓男子 兩派人馬發生口角衝突 不歡而散 沒想到在八號凌晨三點左右 又狹路相逢 在便利商店前爆發衝突 雙方隨機從車上拿出棍棒護殴 所幸射擊開槍的男子 並未傷及無辜 在十四小時之內 就把無限賺錢 棄貨到案 那也起貨改造手槍一把 警方尋現找到涉嫌開槍的男子 並起初改造手槍和子彈 將對其他鬧事分子 展開追查要遏止街頭鬥屋的違法亂象 記者林醫生 宜蘭報導